弓腔吸肉的症状 王慧如西安市第四医院 维产医学中心 主任医师 弓腔吸肉呢就是 子宫内膜的一个 可以理解给它 子宫内膜一个过度的增生 它的腺体腺管 就过度增生 它会突出到子宫腔里头 正常情况呢 刚才我们说它的子宫内膜 它增生呀分泌呀 它一般可能就 简单的就说 就跟那个土地一样了 它土地本身 它肥沃的是平整的 如果是吸肉的话 它那块有个土疙瘩 或者它有好几个土疙瘩 有单发性的吸肉 还有多发性的吸肉 一般的这种弓腔的吸肉 没有临床症状的 但是呢如果说吸肉多发呀 或者吸肉比较大的话 这种情况可能会引起来 一个月经 月经中间期的一个出血 不规则的一个出血 另外呢就说是 可能有的人 可能有月经 连力不干净了 月经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有时候可能还会有些 异常的分泌物 如果说是这种有吸肉 它要合并有感染的话 可能这种分泌物 可能就会出现 比如有异汪 甚至有着严重的一些吸肉 有的人可能就会引起来 导致一些不力的这种情况 专家提示 一 弓腔吸肉是子宫内膜中腺体腺管的过度增生 从而突出到子宫腔里 二 弓腔吸肉一般没有明确的临床症状 如果在吸肉较大的情况下 就会引起月经 或月经出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